任谁也没有想到 一尊小小的铜像 竟然会是外星人牵手观音的终极杀起 只见铜像缓缓落地 接着就突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膨胀 直到冲破整个屋顶 果然如圣经所言 佛祖出手 万物皆四大皆空 但如果你以为 这就是杀戮都市中的最强占领 那就大错克错 因为接下来登场的 才是真正可怕的存在 故事的开始 又是正义感爆棚的大壮主动现身 为了营救一个跌落站台的罪哈尔意外身亡 只不过这一次 他还拉上了儿时的伙伴小帅 一同隐恨 结果不出意外 当二人再次睁眼就懵逼地发现 他们竟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 而房间内 同时还蹲着另外几个男人 每个人也都是一脸的懵逼 紧接着二人突然注意到 房间里还有一个巨大的黑球 就在所有人都不知所措时 黑球却突然发出一道激光 先是一只人脚 接着是一只人手 然后很快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竟然被打印了出来 这时一旁的小伙告诉二人 就在刚刚 他们也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房间里的 谁知话刚说完 黑球上就出现了一行文字 原来他们确实都已经彻底凉凉了 是黑球给了他们新的声音 然而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下一秒黑球就给他们派发了一个任务 杀掉一个头上长葱的外星人 随后黑球突然炸开 仔细一看 里面竟然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 还有印有他们名字的箱子 里面是一套通体发黑的硅胶战衣 没有衣服的小美立马穿上了他 可就在小帅还在猜测战衣的作用时 他的身体却突然开始了慢慢消失 紧接着其他人也是一样 转眼过后 众人就被完好无损地传送到了外面 而且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那个身材矮小的葱星人 同时黑球上出现倒计时 二十分钟内必须消灭对方 否则所有人都要再次隐恨 于是几个配角拿着手枪就冲了上去 不久葱星人就被他们逼到一个角落里 仔细一看 这个葱星人竟然还只是一个孩子 但几人还是毫不犹豫地开枪送走了对方 谁知下一秒 一个身高两米的巨人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 原来是葱星人 他跌来了 只见对方仅仅是一挥手 路人甲的腿就直接短了一截 其他人连忙开枪射击 没想到葱爹手提路人甲 竟瞬间抵挡了所有攻击 紧接着下一秒 葱爹就秒杀了所有配角 就在他打算出手解决大壮时 小美果断挺身而出撞飞了对方 而且他自己竟然安然无恙 他们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身战衣是兼具输出和防御的作用 于是小帅连忙想穿上战衣 这才想起自己的战衣刚刚落在了房间里 然而与此同时 葱爹已经步步逼近 眼看小帅离合范只有一步之遥 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一道闪电从角落飞出 瞬间将葱爹死死控制在原地 原来是一直没有说话的阿伟出现了 而他早就穿好了战衣 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任务了 只见他二话不说 举起AK便一箱送走了葱爹 任务顺利完成 所有人又完好无损地回到了房间内 就连已经奄奄一息的陵墓大叔也再次原地复活 然而刚刚被怪物杀死的三人则彻底领了合范 随后黑球开始击分 只有阿伟一人因为杀死葱爹拿到了五分 而其他人则全部零分 大壮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动真格的 而且就在不久后 他们的第二次任务便悄然开始了 这一次他们的任务 是消灭一种名叫田中的外星人 然而新来的祖孙二人还没来得及穿上战衣 就被黑球传送到了战场 更不幸的是下一秒 他们就遇上了正手提录音机的田中星人 结果当小帅赶到现场 就发现祖孙二人早已双双隐恨 而田中星人则站在一旁对他虎视眈眈 预感不妙的小帅立马想要举枪射击 却意外发现自己的左手还没有完全传送过来 慌乱中他连忙隔空去地上捡枪 但此时田中星人已经开始了光波的蓄力 只见最后关头 双方几乎同时发力 但小帅还是被瞬间击飞 好在他这次穿上了战衣 不然就真的要隐恨西北吗 然而紧接着 田中星人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波攻击 眼看自己就要彻底凉凉 谁知下一秒 田中星人竟突然把头一歪打向了一旁的空气 原来他早就发现了准备隐身捕刀的阿伟 紧接着他不给阿伟反应的机会 随后便膛空而起 一招铁头弓直接将阿伟从一楼撞到了三楼 接着冲着毫无防备的阿伟就是一套广播体操 眼看战衣已经被彻底打坏 原本傲娇的阿伟也瞬间慌了 关键时刻还是大壮挺身而出 他果断跳进地下室 即使打断了田中星人的必杀技 然而下一秒对方就360度转过脑袋 朝着大壮的面门便发动了攻击 没想到命悬一线之急 大壮突然在战衣的帮助下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接着竟活生生地勒晕了对方 但不幸的是 最终阿伟还是受伤过重领了盒饭 而且就在这时 田中星人突然原地抱起 抬手一拳便打飞了大壮 然后朝着对方就准备发出动挡光波 危机关头 小美捡起铁棍 对着外星人的脑门哭吃就是那么一响 瞬间将攻击打偏 但下一秒 田中星人就将目标对准了小美 只见她一脸猥琐地冲了过来 然后便立马控制了小美 没想到这一脚 伤害不高却侮辱性极强 暴怒的田中星人瞬间将小美一把甩飞 幸亏大壮及时出手相救 谁知下一秒 田中星人又把目标对准了一旁看起了小帅 只见她用一种奇怪的姿势小跑过来 冲着小帅的后背就是一顿咏春拳 可怜的小帅被打得根本毫无反手之力 就在这时 她的战衣突然开始膨胀 忍无可忍的小帅竟瞬间爆发出一股冲击 谁知田中星人还没有挂掉 只是歪了歪脑袋就又继续冲了过来 小帅趁机一个爆摔 接着朝着对方的面门就是一顿涌下拳 最后全力一击直接送走了田中星人 任务完成 侥幸存活的几人再次回到了房间内 这时黑球上出现了他们的分数 小帅拿到了7分 而其他人都是0分 这时小帅疑惑地询问黑球 如果拿到100分会怎样 而黑球的回答顿时让所有人为之兴奋 因为他们将会有两个选项 一是可以消除记忆并获得自由 二是可以随意复活一人 随后众人又再次回到了人间 没想到身上的战衣竟然也一同保留了下来 看着一身帅气的打扮 小帅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拿起早就看着不爽的平底锅 只是轻轻一掰 比钻石还硬的锅哥就当场领了河饭 接着他来到室外 只是随便一跳 瞬间就飞出十万八千里 短短几分钟 小帅就完全掌握了战衣的用法 面对接下来的任务 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慌张 而这次的任务 是消灭伪装成佛像的火爆星人 于是当众人被传到外星人的附近 两尊巨大的石像便立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这时大壮还想对星人们解释下状况 谁知下一秒 一名憨憨二话不说 对着一座石像抬手就是一枪 只见三秒过后 石像直接原地爆炸 然而他打错了目标 另一座石像才是真正的火爆星人 众人立马四散开来 将石像围在了中间 这时小帅突然绕着石像不断灵活走位 然后一瞬间绕到对方身后 打算直接一枪带走 却不料外星人突然凌空一跳 静华丽地躲过了攻击 紧接着就一屁股坐了下来 小帅继续从容应对 眼看石像就要一拳砸下 他突然一个滑铲来到石像的身后 接着帅气一枪 直接送对方领了热腾腾的合法 自此 小帅东京队最强主力的名号实至名归 然而奇怪的是 任务明明已经完美收官 谁知当黑球的倒计时结束 下一秒竟又开始了另一个倒计时 原来四关内还隐藏着更可怕的怪物 只见女人倒地后很快就领了合法 三人来到馆内 这时一尊千手观音立马吸引了小帅的注意 谁知他刚放下武器 千手观音就突然发起了攻击 小帅躲闪不及 瞬间下半身就被无数利剑扎成了筛子 幸亏大壮及时将他救走 不然就真的要断子绝孙了 眼看他们的最强战力已经几乎凉了一半 大壮果断拿起长剑就赢了上去 但他丝毫不是千手观音的对手 而且下一秒对方就突然攻了过来 小美立马挺身而出 结果瞬间被万剑穿心 死在了大壮的怀中 大壮悲痛地奋起反击 但双方的实力还是相差太大 最终他也身中数剑领了合法 这下只剩下了小帅一人 他用尽力气站起身来 突然战衣的跑马灯亮起 充满能量的战衣竟瞬间治愈了他的伤口 直见他跳向观音 用力地挥出了致命一击 结果却被佛像轻松接住 他在一个跳起躲过无数把剑的攻击 然后拿到来副枪 对着佛像抬手就是一枪 观音的武器被瞬间打碎 但下一秒 他竟不紧不慢地托起一尊如来佛祖的铜像 而这就是他的终极杀器 只见铜像缓缓落地 随后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变大 佛祖伸手就向小帅抓去 小帅也毫不闪躲 直接一枪打破佛像的手掌 然后来到佛像的手臂上 一边狂奔一边开枪 下一秒佛祖就失去了一整条手臂 接着小帅一个凹都给 瞬间揍得佛祖人杨马帆 却不料下落时 佛像突然一个反手将他吞进了腹中 接着就又变回了原样 就在大家都以为要玩玩时 小帅突然在佛祖体内连开竖枪 直接打出了佛祖满脑子的教徒 任务虽然艰难完成 但小帅却失去了自己最好的同伴兼战友 尽管悲痛欲绝 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 而是决定继续参加任务 从而拿到一百分来亲手复活大壮 一刻